除了想跟Ms.Kelly提升艺术气质 如果你都想来在情分室里考高点分 或者拿多张认受性高的国际比赛证书 那你就记得去follow我们Instagram和Facebook 就可以找Ms.Kelly问任多的资讯 大家好我是Ms.Kelly 萤幕面前的你是不是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很想问我呢? 就是为什么Ms.Kelly会这么有艺术气质呢? 对了,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变得跟Ms.Kelly一样有艺术气质呢? 当然最快的方法就是上YouTube看一些跟艺术相关的影片 例如如Ms.Kelly拍的影片一样 而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跟Ms.Kelly一起上课 因为近朱这尺,近乌这刻,黏得Ms.Kelly多 自然就会有艺术气质 讲笑就讲完了,那进回正题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行艺术馆 在香港里面我最喜欢行的艺术馆就是M家 M家附近除了有一个很漂亮的草地 可以野餐、接触大自然、望下海 做下一个艺文青之外 而M家最好就是定期举办不同的艺术展览 未来6月M家就举办了一个 叫做化图维语 Art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的艺术展览 她的主题就是 如何用一些艺术作品 去和大家聊天 去交流艺术 那么有趣的事情 事不宜迟 如果有兴趣 就快点玩飞入场去看 反正你会在M家里面 撞到Ms.Kelly 到底行艺术馆是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是可以给小朋友看到艺术的多样性 可以告诉小朋友 原来艺术不仅是一幅画 那么简单 原来艺术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 例如你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些行为的艺术家 他在表演 可能他会讲一些环保的主题 讲一些生命的相关 比较抽象一些的 那艺术家就会用一些行为 舞蹈 甚至音乐的方式 去表现出他对一些可能生命 或者死亡 这些比较抽象的一些想法 而里面就会有很多大型的装置艺术 你可以告诉小朋友 原来作品不是平面的简单 原来立体的也可以是一个作品 除了行艺术馆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呢? 在日常里面 其实我们作为家长 可以告诉小朋友 或者带他们了解多些身边的所有事物 哪怕是一个建筑物 其实每一个建筑都是有设计过的 那为什么可以跟小朋友说 你觉得他这个外形 颜色设计是怎样 或者他的外形似些什么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望上天空 望下的云 可以说一下 妈妈觉得天空上的云 好像一只恐龙 那其实可能小朋友 他就会将他看到的云 又会有一些想法 或者将一些云 想象了一些事物跟你分享 那其实这些呢 都是可以提升到他们 除了可以提升他们想象力之外 也都是可以提升他们的艺术性 那艺术主要都是透过观察和表达的 那观察得多呢 自然就会有多些的素材 有多些的灵感 那在我们创作作品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艺术家 都是来自于生活去做一些题材 那好像大家应该都会有听过 很多时候那些音乐家 或者歌手 他们的灵感 都是来自于他们的可能感情事 或者跟一些家伙朋友的关系 所以提升最好的艺术气质的方法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 除了想跟Ms.Kelly提升艺术气质 如果你都想来在情分室里面 考高点分 或者拿多张 认受性高的国际比赛证书 那你就记得去follow我们Instagram和Facebook 那就可以找Ms.Kelly问更多的资讯 螢幕面前的你 如果还没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记得按subscribe 按下小铃铛 我们有芯片就会通知你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